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没时间看完 我先说结论 1949年6月15日 国民政府在台湾实施避制改革 这就是俗称的四万万千万 之所以要避制改革 是因为当时的物价高涨 不可抑制 涨了多少呢 如果以1937年为基准 二战打完日本人离开时 涨了十倍 在这个基础上 国民党接手后又涨了两万倍 责任在谁身上应该很明显了 而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1949年6月15日的 西班华一户是治标 1950年6月25日之后的 美元抵台是治本 好了 以上就是简单的结论 如果你想知道其中详情 以下我们开始详细说 话说1945年 这已经是第二次事业大战的末期了 当年的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未必知道 当时的物价是个什么情况 因为这个太冷门了 通常只有专门的研究者才知道 以下引用的所有数据 都来自吴聪敏先生的论文 台湾战后的恶性物价膨胀 1945到1950 刊彩于国师馆学术期刊第10集 如果你对我说的数据 有兴趣想研究 该文提供了所有数据的资料来源 我这种说书的节目 就不足以附录了 益者自询吧 说回1945年7月底 当时台湾顿售物价指数为242 而1937年的6月为100 这意味着打完对华战争 与太平洋战争 台湾的物价涨了240% 也许你会觉得 这也太厉害了吧 打了8年的战争 才涨了两倍多 日本统治有方啊 这其实是有原因的 让我们继续看下一个数据 一个月之后的8月底 物价指数变成1171.7 短时间之内 暴增近5倍 为什么呢 因为物价管制政策解除了 日本总督府在二战时期 都实施物价管制 这就是很多老台湾人记忆中的配给制 连正常交易都被限制 物价当然就涨不起来了 随着日本宣布投降 物价管制随之解除 真实的情况就展现出来了 9月底 物价指数增加为2585.8 一个月之间又增加了2.2倍 这大概算是一次涨足了 接下来的10月份 只增加了12.2% 11月份只增加了8% 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一个月涨得近10% 不能说不严重 但是考虑到当时的账后混乱情况 这已经算是回稳了 用这些数据帮日本人算一笔总账吧 日本打二战 让台湾物价涨10倍 憑良心说 这不算太严重 称不上恶性通膨啊 然后就轮到国民政府的行政长官公署了 这是灾难的开始 从1946年初物价开始大幅上涨 从1945年初到1950年底 平均每年物价上涨 676% 一年6倍多 总共上涨218455倍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1937年初卖1元的商品 1950年底要卖218455元 责任分担是 日本人造成1块涨到10块 国民政府让10块的东西涨到 21万多啊 这当然是台湾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性物价膨胀 问题是大战都结束了 怎么会搞出这种状况 答案是 印钞印太多了 我们来看看这两届政府是怎么印的 根据历史数据 在1937年到1941年之间 台湾的物价上升平稳 因为当时日本战局乐观 没有太多印钞需求 随着1941年底 日本偷袭珍珠港引爆太平洋战争 隔年开始 日本印钞就停不下来了 但是当时台湾总督府有物价管制 来看看细节 1937年8月公布暴力取缔令 这是抗战爆发后 战争规模开始扩大的阶段 日本总督府开始谨慎面对物价 打了一年战争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物价纯纯欲动啦 1938年9月公布物品贩卖价格取缔规则 日本总督府开始实施公定价格 禁止商人任意涨价 又打了一年 物价已经快压不住了 1939年918公布价格等统治令 这个命令一出 物价全面动涨 此后直到日本战败 物价都没有太大规模上涨 就是因为这一连串的强制法令 但是到了1945年8月15日 日本投降后 物价管制体系瓦解 物价就直奔市场均衡水准 大概就涨了十倍吧 虽然物价涨十倍不能算少 但是跟后来两万倍的涨幅相比 算是相当厉害的 为什么日本能够稳住物价呢 因为日本总督府有钱 根据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统计资料 1937年到1944年度之间 台湾总督府不仅没有财政赤字 反而是每年都有巨额的财政盈余 以1944年度为例 税入决算为8144013475元 税出决算为6106990万8748元 财政盈余达2137014727元 这些数字可以解释 为什么台湾人不怎么通恨日本统治 因为到了战争局势最恶劣的情况 台湾总督府在台湾的统治都还算稳定 该收的税该花的钱都正常运作 物价也没有暴涨 完全没有亡国迹象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 日本会变魔术吗 严格来说这算是金融魔术 日本人把战争带来的巨额支出 用公债延后了 看看台湾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就能看到这些金融魔术的细节 1946年5月18日 日本人把台湾银行交接给国民政府 我们可以用这个时间点当分界限 之前掌控台币的是日本人 此后是国民政府 在日本人掌控的时代 印钞的情况是 1940年底 1亿9970万元 1946年5月18日 是33亿4130万元 也就是说 日本人打这场战争 五年半之间 印出了16.7倍的台币 照理来说 钞票多了16.7倍 物价应该同步上涨这么多才对 但是物价却只上涨了10倍 这是怎么办到了呢 答案是国债 日本政府把战争开支都用国债来支印 而台印出的台币 大部分都用来买这些国债了 来看看数据吧 日本政府发行的国债 1940年底是 1亿3490万元 1945年7月底是 5亿6500万元 也就是说 这段期间内 印出来的钞票 有45.5% 都是直接买的国债啦 这张印出来的钞票 将近一半是掌握在政府手中 被直接运用到了战争支出领域 而不是进入民间流通 这代表计划经济的有效运行 政府有效监管资源的运用 虽然战争会消耗大量资源 肯定会排挤民间消费 但是配合物价管制 就能让民间商人无法借此涨价 而且这些国债还有妙用 1899年制定的台湾银行法规定 台湾银行券制发行 除了以黄金为准备外 还可以以政府发行之纸币跟证券 或其他确实证券为保证准备 也就是说台银购入日本国债 算是资产 而日本历史上 还没有聚藏国债的记录 发行这些30年国债用来打仗 等于是向30年后的日本人借钱打仗 而大家相信 未来的日本人会还钱 这就可以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 是投资而非消费 有了这种心理安定感 让预期心理这个最可怕的因素 没有爆开来 对照其他恶性通膨的案例 人民的信心没有失去 是整个战争期间 台湾经济体系没有崩溃的主因 顺便提一下 日本自身的经济情况也维持的不错 1936年度公债级介入款 占当年度日本政府财政收入的25.7% 1941年度59.2% 1944年度78.6% 1945年度却还下降到72.6% 考虑到这是一场总动员模式的战争 日本人维持国内经济的能力确实厉害 这也是日本人敢夸称本土决战的经济后盾 毕竟人民生活都还能保持正常 不怕打 这种金钱运用技术真不是对岸的国民政府可比的 但是魔术不是魔法 并不能真的无中生有 这些花掉的钱还是得要偿还的 只是被延后而已 等到战争结束无法再管制了 这些问题就逐渐浮现了 当然 日本人已经无条件投降了 烂摊子就得由胜利者来处理了 我们来详细交代一下 这个烂摊子的转手过程 1945年10月25日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 附带一提 这就是台湾光复节纪念的那个日子 这是接收工作的开始 接下来的半年左右 史学界称之为监理时期 根据盟军的命令 日本人需要逐步移交各种财产与业务 以台银为例 日常制业务营运人由日本负责 行政长官公署则派员监督 并且逐渐熟悉业务 1946年5月20日 台银正式交接给行政长官公署 但是交接归交接 这期间政府的支出 还是得照付啊 而日本人当然不会替国民政府省钱 我们以前就说过 总督府在这期间 把公务员的薪水 通通都预付到隔年了 只是发钱容易 收钱可就困难了 毕竟死老虎是没人害怕的 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之后 台湾总督府各项公务支出 一毛都没少 但是税收方面 则陷入混乱状况 这个代价就是台银的透支 来看一下数据吧 1945年9月底 总督府在台银存款 8600万元 10月份起 存款余额变成赤字 因为都花出去了嘛 反正是顺水人情 何必吝啬 于是接下来的公务支出 就由台湾银行垫付 10月底 垫付总额为 2亿9千140万元 11月底 垫付总额为 4亿0870万元 12月底 垫付预约为 4亿2270万元 这还没完啊 还有一笔 很少人会注意到的烂账 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 1945年 台湾省战争保险的 保险费收入是 8600万元 赔偿金额 则高达 7亿0680万元 这笔烂摊子 当然也要台银来承担啊 怎么承担 印钞票承担啊 统算一下 在日本留给台湾的财政负担中 有三大项 1.战争期间 台银购入巨额日本政府公债 2.战后初期 台银对总督府提供巨额垫款 3.战后初期 台银对保险业提供巨额放款 这些总共有多少呢 19亿6800万台币 这个规模大概是 1945年台湾总督府收入的2.3倍 公平来说 这个摊子还不算太烂了 而且我先剧透一下 日本搞出来的通膨 至少都冤有头再有主 研究这些数据 你会知道问题出在哪 后面国民政府的搞法 就不是这样了 接下来来看看行政长官公署 怎么当家的 接下来看怎么当家 先来看看收入 状况其实相当好 根据台湾省政府主计处统计 1946年到1950年之间 台湾省政府每年都出现财政盈余 以状况最糟的1949年为例 税入决算为10500万 税出决算为9200万 财政盈余大概是1300万 等等这有问题吧 这跟我们一般政治的情况对不上吧 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 不是已经接近崩溃了吗 为什么财政收支还有盈余 如果财政收支还有盈余 那不就代表钱不是被政府花出去的 那我怎么还会搞得经济崩溃呢 抱歉 这就是做历史研究讨厌的地方 有时候你的推论会跟真实情况对不上 这时候你怎么办呢 改数据吗 那是胡扯 那就不是历史了 变成写小说啦 那怎么办 有点耐心 慢慢研究咯 还好这个问题算是台湾史研究的热门问题 我们已经有前辈学者的论文可以参考了 答案是账目有问题 有人做了手脚 比如说 根据台湾省财政统计记载 1946年度台湾省的财政奢借收入为 12亿5530万元 但是同一个年度的行政长官公署总会计记载是 短期借款为20亿 核准债款为317770万元 显然的账目对不上 有人从中搞鬼了 再说一次 关于本集中所引用的数据 在台湾战后的恶性物价膨胀 1945到1950当中 都有明确著名资料来源 有兴趣请自行查询 问题是 我们只知道账目出了问题 到底是哪些人从中搞鬼 早已无从查起 所以就不要追究政府支出了 我们来看唯一确定的资料 台湾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毕竟这是源头 钱都是从这里出去的 从这里来推论 虽然找不到具体的负责人 但是你会知道 事情是怎么搞烂的 来看一下这张图表 你就清楚啦 图表显示 自1946年开始 台银的放款出现爆炸性增长 钞票都是被台银的放款给制造出来的 我们之前提到的2万倍恶性通货膨胀 就是被这些台银放款余额给冲刷出来的 那么这些钱是放款给了谁呢 公营企业 这是行政长官公署跟日本总督府最大的不同点 日治时期 台银之放款以民营企业为主 战后开始 台银的放款对象完全改变 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公营企业 比如1947年底台银的总放款余额中 民营企业只占百分之零点六四 几乎所有的钱都借给了公营企业 为什么 简单啊 日治时期 日本所经营之企业 在国民政务接收时 都被收购为公营企业了 所以所谓的放款给公营企业 就是放款给了接收人员 那么金额有多少呢 如果观众朋友当中 有人是饥饿如仇的 我建议你看到这里就好 免得弃出毛病来 我不是开玩笑了 请你关掉影片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账目时 我是真的气得拍拖了 让我们以当时最大的企业 台糖公司当作案例吧 台糖公司是台银最主要的放款对象 1946年初台糖基建台银3亿多 到了1946年底 台糖借款就增加到台币21亿了 为什么台糖这种独占事业 要借这么多钱呢 因为糖都被政府征收了 既然都讲到这里了 顺便补充一下细节吧 1945年8月底 台糖公司既有存糖347286公吨 半年后的1946年3月底 日本退出经营时 已经只剩下173262公吨 接着再经过所谓的苏开糖 改装艺术之损失会计调整 台糖公司实际接受之砂糖 只剩下15万公吨 至于这些糖去了哪里 大家应该很清楚啊 对台糖公司而言 这仅剩的15万吨砂糖 就是公司命卖之所在 下一年的营运资金 就靠着卖这些砂糖来筹集了 然后国民政府的命令就来了 所有接收日人存糖 奉令播归中央 集运上海代为销售 你现在知道台糖为什么要借钱了吗 总之此后借款连年增加 到了1949年底 台糖公司负债总额 已经高达新台币8000万元了 等等 21亿变成8000万 为什么叫做连年增加 因为这是4万换亿元之后的新台币 如果还没换过来 那金额将是8000万乘4万 3兆2000亿台币 那这8000万新台币是多少呢 占台银对企业放款余额的50% 如果对银行经营有概念的朋友 看到这些数据 应该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吧 都被乌鬼搬运了 那么这就是全部的原因了吗 还没完 接着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大陆 来看看金元券的故事 很多人不知道金元券跟台湾也有关系 战后初期 当台湾发生恶性物价膨胀之际 中国大陆也发生物价膨胀 而且情况更严重 1948年8月19日 国民政府在大陆宣布 财政紧急处分令 发行金元券以代替法币 这就是所谓的819币制改革 此次改革中 中央银行规定 人民不得持有金银外汇 这里的人民 当然包括台湾人民 于是从8月21日到10月底为止 台银收对的金银外汇价值总计达 台币180亿 至于这些新银后来去了哪里 抱歉我不知道 但是这还没完 除了这种银抢 还有更高明的会对套利 事情是这样子的 819币制改革之前 台币对法币的汇率 是由省政府机动调整 此一期间 因为法币贬值的速度远高于台币 汇率得经常调整 不然就会有人从中套利 8月19日 大陆币制改革前夕 台币对法币的兑换率为 1块可以兑换1635块 法币跟废纸差不多 而币制改革宣布 金元券对法币的兑换率为 1比300万 显然的金元券非常值钱 所以台币对金元券的兑换率 则变为1835块台币 对1块金元券 本来这也没什么 就是换个单位而已 问题在于 币制改革后 国民政府宣布 汇率为固定的 非经行政院许可不得变动 这下子事情就大调了 这意味着台币跟金元券被绑定 问题是你能绑定汇率 你不能绑定物价上涨率 这是让两边的货币 出现汇对套利的机会 后来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819货币改革时 国民政府同步在上海 实施物价管制 但是台北可没有物价管制 所以同一时间点 台北物价持续上涨 但是上海的官方物价 却纹丝不动 任何名言人都知道 这是不可持续的 何况当时两岸的货物 可以自由流通 照理来说 物价的波动应该同步才对 所以上海金元券 这种高估的币值 是国民政府硬撑出来的 不可能长久维持 于是聪明的人开始动作了 做什么动作呢 当时你在上海囤积商品 是会被打老虎的 那么就囤积台币吧 这是相对保值的 是的 这很荒谬我知道 但这是事实 相比于持续贬值的台币 金元券更不可靠啊 所以还是趁着能换的时候 快换吧 还有 当时撤退来台的消息 已经开始流传了 先换点台币也是好的 因此从8月19日 汇率固定开始 上海的热钱大笔流入台湾 1948年9月及10月 从上海流入台湾的总额是 1125亿台币 汇出的总额则只有165亿台币 汇入进额达959亿台币 这些热钱进一步增加台币发行额 当年度台币发行额 从8月底的500亿 上升为10月底的1000亿 两个月之间上升了一辈子多啊 这些都让通货膨胀雪上加霜 国民政务在这些热钱 搞了三个月之后终于醒悟 1948年11月1日 台币对金元券的汇率调整为1比1000 并且恢复机动调整 汇率反映市场工具之后 热钱开始流出 11月份汇出的金额仅高达700亿啊 显然的人要玩够了 赚宝走人啊 但是高涨的物价回不去了 更糟糕的是 缓和不了三个月情况又逆转了 因为接下来就是1948年底了 公民政务启动全面撤退来台方案了 为了怕被老共抄家 有钱全面撤资啊 1948年11到12月 大笔逃难资金来台 省外汇入金额为1900亿啊 这些钱涌入台湾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呢 当然就是物价疯狂上涨啊 最后 大批来台的政府公务员 与军人的薪水也要台银支出 这当然都是印钞解决啊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四万换一块了吗 好了 最后我们来把结果说一说 接下来这段历史 其实我讲过两次了 分别是 国民资金的黄金都用到哪去了 还有 美元又来了 上集 重复的细节我就不详细说了 有兴趣的朋友请自己去看 这里只说大致的结果 1949年6月15日正式四万换一块 这件事大家都知道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到底怎么换 我简单解释一下 旧钞在期限内存入银行 否则6月15日之后作废 6月15日之后可以领出新钞 金额是存款一额除以四万 也就是说你6月15日之前存入四千万 6月15日之后可以领出一千元 当然这并不是简单的换面额啊 而是配套优利存款与黄金储蓄存款 试着把民间的钱收回银行体系 抑制物价 效果如何呢 B字改革之后 物价膨胀率很快的降下来 1946年1到6月之间 月平均顿售物价上涨率高达57.25% 7月到12月之间 上涨率就跌到9.03% 1951年全年之月平均物价上涨率 才只有5.02% 1952年再降为3.25% 问题被解决了 那么是谁的功劳呢 首先学者们普遍承认 优利存款政策使台银回收大量货币 发挥了稳定物价的效果 就这一点来说 西班瓦吉科是解决问题 不是制造问题 但是学者们也承认 这只有短期效果 真正改变国民政府困境的是美元 1950年6月底 新台币发行额为1亿9574万元 距离政府设定的上限2亿已经很接近了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民间的大户都拿眼睛在看 只要印钞突破上限 新台币很快也会变成废纸 然后1950年6月25日 寒暂爆发了 6月28日杜鲁门宣示 第七线队巡航台湾海峡 并宣布将对台湾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 这项宣布抵得过一座金山 美元宣布之后 省政府明智地掌握此一机会 直接开动银钞金 放手增发货币 7月底货币发行额一举增加21.1% 超越上限变成2亿3849万元 然后风平浪静 没有人质疑新台币的价值 物价基本上纹丝不动 1951年6月底 也就是一年之后 新台币发行额增至 3亿4406万元 又多印了三成以上 但是台湾的物价仍然相对稳定 没有什么变化 你说这是谁的功劳 至于美元到底给了多少 我在美元又来了上 这一集当中讲得很清楚 美国人出的钱 比中华民国政府收的税还多 基本上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 最大的股东就是美国了 详细的分析有兴趣 请自行一下前往观看 以上就是本节节目 感谢你的收看 也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